妈爹讲故事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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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伟多啊 我是华爸 又到了我们的故事时间 也感谢你收听我们的频道 那么除了Podcast 你可以来妈爹讲故事的APP呢 收听更多更多 我们给你准备的精彩故事 是每天更新 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故事 就叫做 石头汤 作者是美国的强木特 翻译马锦贤 那么这本书呢 是由小鲁文化出品 诶 石头要怎么煮汤啊 这石头汤的味道会好喝吗 听华爸来给你讲啊 石头汤 话说啊 有三个和尚 一个叫阿福 一个叫阿璐 一个叫阿寿 他们沿着山路去旅行 途中谈起了猫的胡须 太阳的颜色 还谈到做善事 阿福就问了 什么可以让人得到快乐呢 三人当中 年纪最大 也最聪明的阿寿就说 让我们找找看吧 一阵钟声 将他们的视线 吸引到了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 由于他们站的位置太高 三个和尚看不清村庄曾历经苦难的场景 饥荒 洪水和战争 早已让村民全都疲惫不堪 也不再相信陌生人 甚至邻居之间也习惯了彼此猜忌 村子里的人虽然努力工作 但工作只是为了自己 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农夫 有一个茶商 有一个读书人 有一个女裁缝 有一个医生 有一个木匠 还有许多的人 可他们平时就不怎么往来 当和尚们到了山脚下 村子里的人全都躲进家里 没有一个人走到门口 向这新来的客人们打招呼 当村民看到和尚们走进村庄 大家就把窗户啊 碰碰碰 关得紧紧的 和尚们敲了敲第一户人家的门 碰碰碰碰碰 没有人理他们 随后 啪 屋子关上的灯 变得一片漆黑 他们又敲了第二户人家的门 碰碰碰 碰碰碰碰 还是同样的情形 没人理睬他们 他们一家挨着一家敲门 却都吃了闭门根 三个和尚一口同声地说 这些人不懂得什么是快乐 臉旁向月亮散发 躲在一旁看到了 他很勇敢地走过去 问他们说 你们要干什么呀 阿露说 我们正在捡柴火 阿福说 我们正在生火 阿寿说 我们要煮石头汤 还得要找三个又圆又滑的大石头 石头汤 真有趣 小姑娘帮和尚们在院子里 找了他们所要的石头 然后他们把石头放在锅子里面煮 阿寿说 这几块石头啊 可以煮出很好喝的汤 但是我担心锅子太小 煮的汤就不够喝了 那我妈妈有个大锅子 小姑娘跑回家去 正当她拿锅子的时候 她的妈妈问她在做什么 那三个陌生人要用石头煮汤 他们需要我们的大锅子 哈 用石头也能煮汤 我还真没听过 我倒是想学学怎么煮石头汤 妈妈就跟小女孩一起把锅子给抬了过来 和尚们拨了拨柴火 一缕青烟渐渐地随风飘散开来 邻居们都从窗口往外瞧 只见那燃烧的火和广场正中间的那个大锅子 实在很奇特 家家户户户的人呢 一个一个从屋里走出来 都想看一看到底什么是石头汤 阿福说 当然了 传统的石头汤做法 应该加上盐和胡椒当调味料 阿露用力地搅动着锅里满满的石头汤说 没错,是应该加点什么调味料 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啊 读书人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好奇 我家里有盐和胡椒粉 他说着说着,人就不见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拿来了盐和胡椒粉 甚至还有一点香料 阿寿尝了尝味道说 按照我们的经验 这么大锅的石头汤煮到了这种色泽呢 要是加上一点胡萝卜 汤啊,会更甜 站在人群后面的一个妇人说 胡萝卜呀,我们家有啊 不过只有几根 他跑着离开了,然后又回来 把他家里能拿来的胡萝卜全拿来了 一口气就丢到了汤里 阿福又问 你们觉得要是放点洋葱会不会更好呢 一个农夫在一旁回答 对啊,或许放个洋葱味道会更香 说完就匆匆忙忙跑走了 过了一会儿,他拿了五个大洋葱回来 噼里啪啦就扔进了沸腾的汤里 好了,这是人间最美味的好汤了 村子里的人呢,闻着香喷喷的味道 也都很满意地点着头呢 这个时候,阿寿摸着下巴说话了 嗯,不过呢 我们如果有些蘑菇的话 有些村民舔了舔嘴唇 另外有几个人一溜烟地跑走了 回来的时候带着新鲜的蘑菇 面条、豌豆和包心菜 奇妙的事情就在村民当中发生了 当每个人打开心胸付出 其他人就付出了更多 就这样,汤锅里的好料是越来越丰富 味道啊,也越来越鲜美 一个村民说 我想皇帝可能会建议我们加点饺子 还有豆腐 再加上银耳、绿豆和山药怎么样 还有芋头、冬瓜和玉米笋 打、打、打算 生姜、酱油、百合 我有、我也有 人们大声嚷嚷着 然后一个一个都跑回家 回来的时候把能拿的全拿出来了 合上搁和着咕嘟咕嘟冒着泡的汤锅 这味道是多么香啊 喝起来一定很美味 而村子里的人都变得非常的乐于付出 汤煮好了 村子里的人聚集在了一块 把桌子拉得长长的 他们带来了白米饭 带来了馒头 他们拿来了龙眼干和甜饼 他们提来了茶水 点起了灯笼 大伙坐下来就一起吃饭 在记忆里啊 他们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大家全聚在一起享用大餐 盛宴过后 他们说故事、唱歌 一直庆祝到了夜晚 接着 村里的人不再锁上门了 并邀请和尚们到家里去住 还安排他们睡在非常舒服的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 在一个温寻的春天早晨 在柳树下 大家依依不舍地说再见 和尚们说 谢谢大家让我们来做客 你们啊是最大方的人 村民也说 谢谢你们 你们所送的礼物啊 让我们永远很富足 你们更让我们懂得了 分享的珍贵 和尚们说 还有想一想 快乐啊 就像煮石头汤 一样容易呢 好了 小耳朵啊 今天的故事呢 花爸就给你讲完了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叫 施比寿更为有福 意思是说 我们付出的越多呢 得到的快乐 也就越多 就跟煮一锅石头汤呢 一样容易 嘿嘿 那么 花爸要来问问你啊 你觉得这锅石头汤 喝起来 是什么味道呢 来底下留言 跟花爸说一说吧 我们就留言里见 晚安